好 接下來我們來確定一下 我們來看下一則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蔡總統的他的專機 是在紐約時間29號下午 飛抵了紐約甘乃迪機場 而新任的AIT主席羅森伯格 以及我國駐美代表蕭美琴 還有我國駐紐約辦事處處長 李光章也是特別上飛機 來歡迎蔡總統歷臨訪問 歷經14個小時的飛行之後 蔡英文率領的訪團 終於抵達了紐約甘乃迪機場 駐美代表蕭美琴 以及新任的AIT主席羅森伯格 也上機迎接蔡總統 而這也是羅森伯格上任AIT主席之後 首度與蔡總統見面 雙方互動相當融洽 而蔡總統在下機之後 就前往下他的飯店休息 他抵達紐約首日的重點行程 是晚上七點 在臨近哈德遜河的 The Glass House飯店 所舉行的大型巧驗 到時候除了僑胞之外 也會有美國政要出席 再來看到的是前總統 馬英九昨天抵達武漢 那今天上午的時候 前往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紀念館來參訪 沿途可以感受到 馬英九他的心情 其實還滿好的感覺 因為他曾經有多次的 標示過國父孫中山 是自己的偶像 那今天的其中一戰 就是來到了國父 曾經發表演說的講台 那馬英九他就站在這個講台前面 然後學著他的偶像的廣東口音 大聲高喊著三民主義 來民主義 無間顯霸 再來關心到的是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針對投入台北市第二選區 立委初選 挑戰現任立委何志偉的儀式 他說認為自己有能力有經驗 所以才會想要來參選 並且喊話說他初選會選到第一 這是大局條款名稱是這樣 那這違反提名條例 這是無效條款 這只是建議性質 那並沒有限制 所以我也是因為我們的初選條款 初選的提名規則 我硬著這個規則 而且賴慶德主席的原意已經很清楚 賴慶德主席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他就當著所有立委的面前說 2024立委選舉沒有現任優先 都要初選 所以我信賴 但是我不信邪 所以我才會來登記初選 有些人誤用了大局條款這個名稱 那也大肆地污蔑我 說這是誠信條款 誠信 我相信我王世堅的誠信 在我們社會大眾心目中 有一定的分量 大家看得很清楚 用誠信 來羞辱我 孰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我一定是堅持到底的 好先別管大家 到底誰要選誰不要選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 自己的荷包小確信 全民普發6000元的現金 最快將在4月6號的時候 開始發放 那台北市長蔣萬安 他就在今天宣布了 他說台北市的6000元加碼方案 將會在4月17號的 開始的時候開放 怎麼樣開放呢 他們可以在活動官網上 登錄你的發票 總價值呢 是獎項高達2200萬元以上 除了每個禮拜 都可以抽iPhone 還有每個月 都可以抽100萬現金之外 還有百萬名車 而且最後還會有高達 500萬的現金 還有休旅車的獎項 台北市長蔣萬安 今天宣布 台北市6000元的加碼方案 從4月1號起到5月31號期間 民眾在台北市任一個店家 單筆消費滿200元 就可以獲得一次的抽獎機會 並參加登錄發票抽獎活動 預計4月17號開始 在活動官網上開放登錄發票 跟收據 總獎項價值2200萬元以上 最大獎是500萬現金 而除了百萬現金之外 還有高級汽車 黃金 筆電 iPhone14 還有智能家電等多項豪力 而為了讓民眾消費 有多重的中獎機會 還特別規劃了 周周抽黃金一輛 跟iPhone14 月月抽100萬現金 跟百萬汽車 並在最後 將會總抽500萬現金 跟收旅車 只要登錄越多 機會就越多